福慧双修 妙法修心 有很多方法 想解脱轮回 要学会福慧双修 没有福气 怎么能够闻到佛法 同样 没有智慧 又怎么能够修得好心 而且 要了脱生死 必须要明心见性 那一定要 佛理和实修相结合 单单念经 懂理论 自己没实修 是很难修成的 很多人 执着自己闻到佛法 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然后修福不修会 天天求家庭 求个人的身体和名利的 有福气 却不好好修智慧 就等于 一个很有钱的孩子 没有智慧 终有一天 会坐吃山空 同样 有些人觉得自己 比别人有智慧 但是不修福 很多学佛的好机会 捕师的机会 和度人的机会 都被他错过了 因为他连做功德的福气 都没有 这种迷恋于自身的一种小智慧 很容易让自己修偏 修福必须要修会 向福之人 无智慧 修会必须 要修福 无福之人 难修行 有福有会 才能行 福会双修 建本性 不但要福会双修 还要卑质双运 入世度众 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 启发自身的佛性 所以 我们要福会双修 广众福田 累积功德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发起慈善工作 因为自己没有福德 所以没有前来不失 在别人眼睛里 只是一个发起人 而且 别人总盯住他 一段时间后 果然就听说 这个发起人敛财 被赶出了慈善事业 所以 无福之人 无缘享受 救度众生的功德 有求必应 是善法 没有功德 怎必应 错过佛法 太后悔 今生难把 佛性归 学会射受 自己的慈悲心 去除我慢之心 福会要双修 要想修得好 能修成功 必须下苦功 并有师父的指导 举个例子 过去很多名人 怎么成功出名的 看看齐白石的几个弟子 网术石 梅兰芳等 梅兰芳 梅花画得这么好 完全是因为 有师父教得好 再看看大画家 唐银 也是因为有师父 周辰 哪一个历史名人 不是经过 名师指点 而成功 同样 修心之人 如果是无福之人 献明师会错过 献明师会执着 不肯谦让 不肯诚心学 忙修杂修 怎能成 很多无福之人 碰到好的法门 当面跟他讲 都会错过 就是因为 他拥有一点点 小聪明 但他却丢失了 智慧资粮 记住 修来的福德 不容易保持 要有智慧资粮 才能让你福德庄严 忘语之人 无名喜 装傻之人 验真傻 装病之人 真生病 改变一切 放下心 真修实修 好心情 拥有福德资粮 要有悟性基础 很多人 好不容易学到佛法 也拜佛念经了 然后求什么 都当成显灵 因为他的福德还有 等到他的功德 都用完了 他会想 怎么越求越不灵 他增长了 无名的贪欲 以为菩萨不管他了 认为自己烧香 供水果 怎么不灵了 让自己陷入了 迷惑当中 满满地 对菩萨 越来越不尊敬 起了退转之心 从而 这么好的佛法 就被他 因为修行的障碍 而丢失了 丢失的 不只是智慧 而且还有福分 所以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珍惜 珍惜吧 过度追求 贪欲害 修行路上 欲障碍 堕落此身 寻佛难 红尘六道 轮回转 因为很多人 最初贪欲禅心 觉得菩萨 有求必应 这种贪念 把菩萨的慈悲 当成了 无休止的 索取交换条件 执着之人 无自信 认真学佛 找自信 脱离红尘 献佛性 抛开人间 真假情 才能找到 真佛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